我们谈谈内房的板块 昨天内地传出万科 万科即是2202向世贸 黑塔资产处置 万科升2% 世贸又非常波动 昨天升了1.9%收市 之前又传出广东省政府召集多间内房民企开会 就好像帮他们的拼购铺桥踏路 内房问题是否真的见到曙光 还有见到这个板块 其实有很多股份选择 上个星期强势的 例如688、1109 例如中国海外或者是华润那些 昨天升幅又没有那么急 一些之前可能真的跌得比较残 又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你觉得如果真的见到曙光 真的薄反弹 又应该怎样选择股份上 我想要分住来做一个吸纳部署 就会比较好一些 始终一些之前的捱沽方面 比较明显一些的股份 世贸、恒大、融创这些股份 如果因为一些好消息 来到入市的时候 但可能过两天又有一些市传 唯有风险消息又增加 他们又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捱沽状况 变成了倾向上 应该是跌那天去买 就会比较稳定 所以如果说昨天去追入的时候 变成了今天尤其是市况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有机会捱价也不出奇 而且始终捱沽股的股份 在债务方面的透明度也不太高 我想最快都要到三月公布业绩的时候 才稍微看到 到底截至上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债务的状况 会有什么变化在这里 就会比较上可以有一个准确的评估 所以如果你说按照一个消息面 来做一个炒作的话 可能就是持货一两天 来做一个短线部署 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至于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可能起码都要分三柱 比如现在现价就入一柱 可能看多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股价仍然靠寻 才逐步再分第二柱 用第三柱来吸纳 好 回答第一个问题 你觉得现在只不过市场的风险位纳 有一个改变 还是房地产市场 你觉得真的有一个基本的改变 某程度上 也是有一个基本的改变 因为各财方面 也是有一个配合 现在当你去吸纳一些 中央叫做一个优质的资产 房产资产的时候 这个负债的状况 就不会归入三条线来计算 这个的确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但是相关的消息出台的时候 我想市场都会观望一下 到底有多少大型房企 是真的向其他房企来招售 才可以再作进一步评估的状况 因为近期来说 很多交易的活动 开始传出来那些消息的时候 第一个期望都很高 但是可能过了两三个礼拜 都没有什么声气的时候 大家就有点质疑 甚至有些可能立即告吹了 令到之前炒起股份 股价打回原形 所以这方面 短期来说 都可能会出现这些状况 所以买这一类型的内房股的时候 都要注意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 你走着了 又变成了 ใ��嘲 digest